台湾知名地标台北101的新任董事长贾永杰 今天正式上任并且是举行了媒体查序 跟101的总经理朱立文一同出席 贾永杰就表示跟老公讨论了三天就决定接杀任务 认为自己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热情的人 鬼点子很多能够激发许多的火花 上任之后除了要面对周年庆的挑战 年底的跨年烟火贾永杰有自己的想法 这一阵子就是我老公就天天在家里叫我家动家动 就是就已经把我叫到就是我都已经觉得他很烦了 跟朋友也好跟我的同事也好 我希望我都是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 一席黑色素牙礼服亮相 艺人贾永杰正式接任台北101新任董事长 未来将与总经理朱立文一起搭档 笑称朱立文负责专业精准 而他就负责美丽时尚 并透露将到来的周年庆 他强大的贵妇啦啦队都已经蓄势待发 不过面对上任董事长创下去年获利22亿元的高门槛 贾永杰并不担心 并透露未来的建议策略与理念 这个问题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团队都是一样的 我的加入其实我会有一些我自己是比较没有框架的人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包袱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我的口袋名单 从精品到像是休闲运动品牌我也接触了很多 然后甚至有美食 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有在我的脑子里面 贾永杰说这几天看了很多资料 认为101观景台的人流业绩都有待加长 也喊话未来将积极邀请悬兵担任嘉宾 只是由于贾永杰先前没有建议大型企业的相关经验 自然也受到不少质疑 贾永杰则说这也是进步的动力 希望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就做吧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大家对于一个美女的质疑是一定有的 我这个人的特质呢就是我也许不厉害 但是呢我很能跟很厉害的人做朋友 我很能够面对问题的时候呢 我很可以寻找各种不同的资源 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 其实上今年一直到上半年 以上一直到现在还是持续的正成长 然后包括我们观景台的来特数 包括商场的业绩 包括我们大楼的出租率 还是持续增长中 除了商场百货 由于整个新一区办公室供给稀少 因此也推升了租金行情 目前101高龙层已站稳每平5000元以上 专家认为租金未来向上调整的趋势不变 看到整个商场的经营气氛是非常热络 那我们看到的确是有一些 除了这个新的这些比较潮牌进驻之外 名品名表甚至是精品珠表这一类 那我们预期未来在整个消费 或者是整个商业气氛带动之下 应该还会有新的高端品牌进驻 新冠上任三把货 外界也期待从一届出身的贾用节 能为101带来什么样的新火花 记者唐嘉宜 陈云志台北仓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